嘿,好啦,今天是個很糟糕的日子 因為我要來揭露歐陸戰爭6的 Failure? Yes, you didn't hear it run 你沒有聽錯,今天我們要來講 Well,對歐陸戰爭61914的感覺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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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us get started OK,好啦,因為我為了錄這個影片的關係 其實我還沒有去打任何的戰役 就是戰役關卡 所以,yeah, but still 我還是可以理出,我已經理出一點想法了,說真的 首先原本歐陸戰爭61814的問題都沒有改掉 就是,有是有了,有一點點改善 但是整體的改善感覺不如大征服者羅馬來得這麼明顯 那,我現在也都嘗試了好幾個戰役啊 然後,像,基本上我也有試過德國 就是普魯士,我有試過俄國 結果都是,雖然單位數據是改進的啦 可是我的國家的財政永遠都跟不上我人口消耗的速度 也就是,哎呀,按錯了 就不像,不像那個,不像大征服者羅馬 你只要佔領城市,你就會有新的人口pop population count 結果我在這個遊戲打了老半天 我都沒辦法增加我的population count 那當然這是一個特例 我的,就算我蓋了這個民居 他也不會給我任何提升 真的是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這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說 看我現在加這個,我現在上限是160對不對 我現在蓋了這個他也沒有給我加15 對啊,這真的是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為什麼我蓋的東西人口都不會給我增加呢 唉,好啦 這代的冰魔看起來是排不錯啦 有當時那個時代的 比較有當時那個時代的感覺 而且是第一次 第一次我們在遊戲中看到 就是單位會隨著那個歷史的變成改變 像現在是1865年嘛 有點就是post post world war one 就是30年戰爭到world war one中間的感覺 對,然後 然後再到1914 我們就有了現代一點的單位 對,我還在嘗試奧斯曼帝國 因為 Warmash的這間影片怎麼提到 奧斯曼帝國是可以玩的 這個點我得承認一下,奧斯曼帝國的確是可以玩 可以擴張的還算快 然後你們可以看一下這些單位的確有現代化 對,會變成這個輕型火炮 輕型火炮變成這樣子的,而不是一般的這個 黃色的小炮管 然後你的榴彈炮也一律都變成這種模式的 然後還多了舊炮 你在1865年就可以解鎖舊炮了 就是了 然後現在騎兵都會拿到槍 基本上所有單位都是拿槍 除了一些基礎的兵還會拿刀之外 基本上都是槍 這個點也沒有做錯 像我現在這個只是輕騎兵才有刀 才有進戰武器 不然基本上都是遠程 都是射擊武器 不過還是有些奇怪的點啊 像這個紅山軍 為什麼他們 他們是舊式單位沒錯 但是 為什麼他們不能換點新武器呢 我是說他們的服裝可以不用換 但武器可以換一下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的武器看起來跟原本的一模一樣 就還是有一點點突兀的東西在吧 然後 對啊,這時候 1865年一戰開始的時候 的確有比較多 特殊的單位 我可以來比較 現在來比較一下 這是馬來西亞一樣的馬來西亞 然後又 沒有了萊福槍兵 就只有輕步兵 然後就直接輕機槍兵 再來新式步兵 還有重機槍兵了 對啊,然後回到1865的話 又有一般的單位 1865跟最前面那個美國獨立戰役都有那個 1861都有那個特...就是原本的單位 這樣也有點懶惰的嫌疑吧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反正 對啊,反正 這時候就有點...就是又恢復到木造戰艦啊 你應該剛才看海上的單位應該有看到我們這邊有鐵字戰艦啊什麼的 但是1865年又回到木製戰艦的部分 然後 新式步兵都很正常 都是... 對啊,這時候也蠻正常的 1865年就是在科技革新的一個時代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這是來福槍兵 原本的那個一般的單位 原本的一般單位 這樣 民兵 圖示一樣 來福槍兵 輕步兵 老敬衛是我有的東西 新式跟重機槍兵是不管哪個時代都會有的 那再來看火炮 火炮的話也是工程炮 如果在新年代是變成九炮 就是...欸...破級炮 講錯了,破級炮 然後輕輕火炮 剛才大家看到 變成那個...變成像榴彈炮的東西 然後這也是大管的榴彈炮 不會再是那個同志炮管 像這樣子的 會變成另外一種版本的version 對,然後...野戰炮 野戰炮就是... 新版的那門炮 再來,騎兵的部分也一樣 不過... 胸甲騎兵好像還是近戰吧 我忘記 喔沒有,它是火槍 好吧,那應該真的是很少火槍...火槍單位 對,敬衛騎兵應該在場上...場上也很多啦 像...這一團就是敬衛 對,他們就是敬衛騎兵 對啊,基本上所有單位都拿槍起來了 除了輕騎兵吧 輕騎兵應該還是刀 對啊,這代... 這代才使用冷兵器的單位已經很少了 啊,你可以看到輕輕火炮原本就長這樣嘛 嗯 對啊,在...圖像上面真的有進步 這個是我是覺得還OK 但是在數據的呈現上... 數據的呈現上有進步 是有進步啦 只是進步太不夠了 不足夠啊 對啊,然後這邊紅山群也是有一些獨特的單位 就是在數據的表現上還是很差就對了 然後因為人口一直長不起來的關係 我一直在努力想辦法 想要再不受...就是努力賺人口同時又那個... 但是就是一直沒辦法給我提升人口 好,我已經準備好一些...一些劇情況給各位看 剛才那個法國的...那個就算啦 因為我沒什麼錢嘛 對... 這遊戲...這遊戲太吃人口了 然後卻又一直沒辦法讓我增加人口數 這真的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OK,好,我現在在...假設在這裡好了 Trab...不是,Trabuson看來不能蓋齁 那Ancara呢...Ancara也不能蓋 OK,那這裡...這裡我蓋好了 那Bagdad...也不行 Bagdad為什麼不行 這裡呢...OK,好,我現在蓋這個名句嘛 你看...我現在的pop...population count的總...極限是160嘛 那我現在蓋了這個...我現在就馬上蓋 加...它上面寫人口上限加15齁,對不對 我還是160...還是160... 就算我過回合也不會改變 你可以看到我的回合收入260嘛 因為我成熟很多才有辦法這樣子... 才有辦法這樣子... 才有辦法這樣子維持 所以我現在按過回合,剛好我都行動完了 OK 我要過回合...對啊,這是地圖上還是一樣的 我...我對於圖像方面的東西完全沒有意見 但是...我對於數據面的東西就很有意見了 對,然後這帶的銀劍也完全沒有那個感覺 這帶的銀劍完全沒有歐陸戰爭...大這麼著羅馬那種感覺 你可以看到我的population還是極限在160 我完全不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不管做了什麼 我都沒辦法提升我的那個人口上限 就算我佔領了一個城市 它也不會做出任何的提升 這是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這樣讓我的單位補給非常的困難 因為本來在歐陸戰爭6就已經很難了 還要...還要一直被這個東西搞來搞去的 那搞到最後都不太想搞定了 唉... 對啊,就像這樣子嗎?蛤? 我就只能一直想辦法蓋寺廟 好加在這次讓你有辦法... 這次有補寫道具 加入補寫道具 就像至今歐陸戰爭1814更新的那樣子 補寫道具的後取方式很簡單 你只要記得去看人家給你的影片 你就可以去補給那個...補給道具的數量 所以... 它算是免費道具啦 我就覺得這點... 這點我沒有什麼意見 對,這些動畫效果都做得很不錯啦 我承認動畫效果很不錯 但是... 這是整體的數據面還有很多... 就是問題大... 大得很的那種東西 讓我可能認同這一代還算是好東西啊 對,然後降臨的確也更有存在感了 只是如果我不能補給他 我不能讓他存活下去的話 我要如何保持我的優勢 我光在這裡就損失了一個降臨 我可以跟各位... 我有...我有...我有... 我有記得,我有損失了一個降臨這樣子 對,然後要不是奧茲曼地處偏僻 然後這些家伙又是中立國 不然我早就被打爆了 唉,好啦,反正... 現在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我覺得批評的都是這樣子 不過德國的確也很簡單 我有嘗試過一下 話說連這裝甲車... 這裝甲車的那個圖示 不覺得那個很舊嗎? 跟這些新單位比起來 這個東西真是超舊的啊 唉,好啦 不過他還是提供了一些很... 非常有趣的一些戰役啦 例如這些... 原住民啊 他們...他們原住民也會隨著那個時間變化 就是... 原本... 穿得很...很不正常 很不正式 然後變成穿得很正式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坦克 他說德國應該給他個A7B坦克吧 嗯...算了 這不是什麼問題 然後這是野戰砲嗎? 這是... 現在...這個1914才會有的補氣 然後... 對啊,這邊還是有些些冷兵器 冷兵器,洗衣兵 德利玻璃啊 中立國 他們是中立國 所以...對啊,沒什麼問題 所以...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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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還是讓人不是那麼的... 很自在 尤其是對我這種人來說 呵... 我就開明就說 好啦,我希望這個遊戲... 這數據跟大陣子的羅馬一樣 但是... you know... you will just... just lose your hope every time you try to hope for something is real 你知道,這本來就是一個... 重新製作的遊戲 所以說我本來期待也就是那樣 所以... yeah...yeah...yeah... 我相信你們也都會覺得說 哎呀,你本來就不會給我好意見 好不好評價啦 yeah, I won't get a great...great response response about this one 而且為什麼沒有美國 America Where is America 呵呵... 好啦,我們1814好歹還要美國會參戰 蛤? 1914反而沒有美國參戰 我知道美國是很後期才跑進來參加戰 這種參戰真的啦 所以... 哈,這個也不是什麼可以說的東西 對 他說南北內戰的劇本 應該會比較... 比較適合各位來進行一次次的那個... 就進行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吧 對於美... 美國戰場的想法吧 對啊,這時候是南北內戰 然後有原...也有原住民 也有加拿大 也有英國 也有法國 對,然後也有... 對啊,墨西哥 目前我還沒有找到一個很簡單的國家就是... 也許秘儒吧 我不知道秘儒... 但是秘儒面前就是兩個敵軍 然後... 在這個地區的傢伙幾乎都是他的對手 你知道這個地圖其實應該做出南美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是覺得... 嗯...南美或許可以有存在的必要啦 然後戰役的部分 我們現在就來看吧 欸對,我們現在看訓練 訓練跟... 這跟大征服者羅馬一樣 所以... 我沒有特別的... 特別的問題 然後... 這次賺錢的方式 跟賺勳章的方式都是... 依靠那個... 就是依靠看... 看這個影片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福吉祥 這個是... 嗯...還算OK的部分啦 而且重勳章並非是不可能的 對... 然後這次真的還很誇張 竟然還出這種BIP禮包 我的天啊... 這... 這... 不是那種手機遊戲啊... 算了... 或許這是我一廂情願吧 反正... yeah... this is what... this is... 啊... just... I don't expect thing like this 就是沒有預期到會出現這種東西啦 唉... 好啦... 反正... 真的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反正這是OP降臨 然後一些正常的東西 成就一樣也還是有存在 然後這次有各種宣章啊 我現在還沒去打戰役 就是為了... 為了這個啦 為了...為了處理這個 然後這個道具或許會很有用之類的 你可以看到我們要使用這五個國家各贏一次 嗯... 不是很簡單的一個事情就對了 好啦... 那我們來看戰役的部分 戰役我還沒有碰過 但是... 基本上還是一樣 我還是有任務可以派 但是... 對... 要有降臨 然後我有問過一些有先玩... 有先玩... 有先玩... 戰役的玩家 他說第一關就送你三個降臨 耶... 然後... 一樣... 這南北戰爭 一開始就有這個東西 好... 你給我們馬上就來看看 哼... 反正之後... 我不知道我要不要錄新的影片 但是... 嗯... 反正就是試試看吧 OK... 穩住喔... 穩住... 好喔... 然後... 我們在這邊就有... Live槍兵 還有這是什麼... 明兵... 好吧... 這是明兵... 好吧... I got no problem about it 反正就是南北內戰嗎 好... 我們來看看這場戰鬥如何 還有誰... 這是誰... Sherman... OK... Sherman Tank 那你是誰... Marls... 好... 他們有故事... 有故事的人會說... 會說有點別的 喔... 他也沒故事... 大概是他們沒找到故事 石強... OK... 石強傑克遜 He looks great... 然後我們有... Grant 一個... 很重要的... 降臨... 上市吧 嗯... 對了... 然後在這邊戰鬥 這邊可以給各位看一下科技的部分 舊砲也是... 舊砲也是... 舊砲也是科技的部分 不然你就只能使用一格攻擊的工程砲 超容易爆掉的 嗯... 我是覺得那沒什麼問題的就是了 反正舊砲是你的工程首選就對了 這帶給提供了一些工程的選擇 但是... 我覺得還不夠就對了 什麼都不夠 我真的要求很多對吧 但是... 這就是我對這個遊戲的一些要求啊 在數據上... 呈現上當然沒問題 噢... 這個石強傑克森... 很強 對啊... 近戰武器在這個遊戲也真的變得非常沒效果 除非你有好的降臨 對啊... 嘿...火炮攻擊... 還是一樣他不會反擊我們 OK... 好啊... 敵人被消滅掉就很贏了 在動作上也沒有什麼馬虎 這些兵模的動作我覺得都沒什麼問題 嗯... 但是數據面才是... 就是兩個攻擊東西 對...別懷疑這就是舊炮 呵呵... 這個沒什麼問題 舊炮沒什麼問題 所以我才會說他們做得很... 在兵模上做得很好 因為... Yeah... That is a mortar 呵... 雖然很大館 有點...好像有點太誇張 那種大館 但是... 沒什麼問題啦 OK... 我們消滅他們全部 Victory is a sure 喔...好... 一開場就給你grant 好吧 我看來戰役... 看來先打戰役也是蠻重要的齁 因為... grant我覺得... 嗯...還好啦 然後... 這是另外一場戰役嗎 要過河的 我居然讓敵人先動 這也是第一次 不好有敵襲 Yeah... We know that OK... Now we fight 然後這隊也是... 又是那個... 近戰騎兵... 欸... 遠程騎兵 或者是你要說火槍騎兵 隨便啦 騎兵... 拿槍騎兵其實攻擊的還不錯 這是防禦... 你懂的 You know their defensive status is... not great 對啊...基本上... 就是這樣... BANG... 戰役的script 我是覺得沒什麼問題啦 因為我有看過一下... 看過一下戰役的部分 而且這次好像也沒有科技啦... 所以說... 數據就是最真實的數據 只是... not enough... 沒有科技是不錯啦... 其實數據命就不太對了 原本的數據就不太對了 OK... 反正我們繼續進攻... 可以看到... Yeah... We are doing... The number is fine... But... Yeah... 現在數字看起來很正常啦... 然後我不想攻擊的時候... 按照自動... 按照自動... 而且... 這個按鍵的改變... 這帶有點... 突然有點按鍵的改變... 也是讓我有點錯錯不及吧... 不過這只是minor point... 這就是習慣問題而已... 習慣了就... 就不會... 就沒事了... 等下這種問題... 我就... 不要再多說了... 好啦... 然後這次也有很明顯的... 攻擊不攻擊... 的指示啊... 這是從大政府的羅馬學來的... 這個是沒問題的部分... 但是... 對啊... 現在我們還好... 看起來還好... 是因為我們的population count... 我們不需要消耗我們的population count... 不用把人口給弄到頂... 我就是不懂為什麼我的... 在占義我的人口就是沒辦法提升... 不管我做了什麼... 我蓋了什麼民居... 他們都不理我... OK... 唉... 或許有人可以給我解答...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了吧...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 就像大政府的羅馬那樣... 點擊建造... 然後蓋而已... 他就永遠都不會出現... Like... Weirdo... 蛤... 對啊... 反正我們繼續阻擋他們蛤... 反正任務的目標是阻擋... 我軍陷入... 苦戰... 各位兄弟們衝啊... 喔... 你這好趕快... 呵呵... You better hurry... or you're gonna die... Yeah... another enemy general is defeated... 好啦...我想我這包的部隊拍過去休息... 對啊...現在人口數一定要夠... 如果沒有人口數我就沒辦法戰鬥... 真的是... 唉...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這個人口系統就對了... 也許...也許這只是個bug... 也許他們未來會休掉啊... 嗯...我也不知道... 我只能抱持期待...你們懂的... Everything is hope... You just... You only hope can suffice... 你看到這邊人口說加18嘛... 好...我們就來看看會不會加... 嗯...5...6...7...8...3...3點... OK...原本是50嗎... 唉...反正... 呀... 或許要升級城市吧... 但是... 在大戰役中又有很多城市沒辦法升級... 我看了老半天都沒辦法升級那種... 對啊...反正我之後再回播一下看到底是怎麼樣... 哼... 喔...看來是有一些特殊戰役是吧...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會標金星耶... 因為他會給我降臨嘛... 看起來好像是這樣...沒錯... 嗯... 降師們...好喔... 然後...沒有城市了... 乾脆嘛... 這邊有一個降臨... 他誰... 哈...希... 尾... 哈...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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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們就跟他入侵... 阻止他們的船攻擊... 嗯... 之後我還會再玩一次吧... 這些戰役的部分... 反正一切都只是延遲 我現在登錄的方式也變得很奇怪 那好像只能登錄一格一樣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啦 這應該不算是甚麼問題再對 反正我最大的問題還是population count it doesn't count,for real population就是這遊戲最重要的東西 卻一直連連出問題 真的很難讓人相信這遊戲是好的 如果今天人口沒有那麼重要的話 我才不會說一句的沒的 但今天人口很重要 If you want to win a war you need population 但是他就一直不給我人口 唉,這讓我失望的 結果葛蘭特的能力 葛蘭特到底是哪裡強啊 他統帥很好 但他負命能力也差 對啊,好吧,他就是個坦克 對,這在降臨角色的分辨上也蠻明顯的 對,你加攻擊力越少 統帥越高是加越多血量這樣子而已 統帥越...呃... 但是又是不一定,這也很奇怪 這有時候會造成我的混淆 有時候真的會造成混淆 有時候真的會造成混淆 起碼我就很混淆 好啦,我的重點是 yeah,this is confusing for some point 然後這邊有兇甲奇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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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這個葛蘭特真的不是很好的攻擊降臨 嗯,他的加成比有多一點點 也沒有很一樣 好吧 還是是...喔,防禦力嗎? 防禦力有沒有一樣嗎? 他比較高 wow 而且他是用新式步兵 好吧,或許真的有一些... 這只是Cultural Def...欸,那只是... 那只是... 那個... 我們的利差異而已 但是也太明顯了吧 好喔 嗯哼,繼續炸泥 這裏寫是...還算有用吧 這是... 嗯... 我沒有參試所以沒辦法研發 OK,我們拿到了程式 嗯... 嗯... 感覺在戰役上還算簡單 不知道為什麼 好吧 哼,簡單不是壞事 我只是...在想 OK 總覺得血量的速度真的掉比較快 我是說對手來說 然後我們...我們自己也沒多好的事了 嗯... 我在這邊蓋個寺廟吧 我很需要 已經滿了 這邊怎麼那麼多東西啊 好吧 喔,那邊有個堡壘 難怪 嗯...堡壘這次也有二段...呃... 遠程攻擊 不過這是一... 小藥賽而已 就沒有了 小藥賽就是普通的機槍包的而已 Machine Gun Fortress 這樣而已 也不怕被反擊 嗯哼 牠的傷害都還滿一般的 嗯...好...拆掉 我不要需要4秒 因為我們... 算是很慘 喔...這邊還不夠 因為我們要多一個東西吧 I don't need the port 結果那個寶貝還是把我擋住了 因為我們只有一格 去蓋了三個道具 這也很奇怪 這次是雨色的 真要說的話我希望城市有回復的功能吧 就像以往的遊戲一樣 為什麼城市反而不能給我補血 OK 我沒有在住間上一個新的地區 這動畫也沒有做得馬虎 看來經費都花在做動畫上誒 好啦這是亂說的 對有些人來說動畫也蠻重要的吧 所以不予置評 OK 我們把那拆了 對我們終於可以蓋寺廟了 終於可以補血了 終於補血了 我不知道到底問題在哪 反正這個建設室也不是很完整就對了 好 不過騎兵對付步兵真的蠻有效的 比伊旺之有進戰騎兵的時候好多了 那都是以前啦 所以不好說 後面只能使用工程砲 我是不太懂工程砲 為什麼只能攻擊一格啊 以前的工程砲也不錯的說 以前四代的工程砲也不錯的說 沒關係 應該可以靠我們這些單位打敗這個降臨吧 對阿 對阿 他因為是那個 布兵所以不太適合應付我們騎兵 對阿 他因為是那個 布兵所以不太適合應付我們騎兵 因為我之前沒有玩過戰役 所以 戰役的戰役關卡 所以 對阿 就算是一個 對這裡有點了解 我在對戰役系列做一些 講解 OK OK 好 是不好 應該是不太好 但是又有點好 說啥 說啥 好 反正 敵人正在被1 這機 退 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行動力上 我也不得不承認有改善一下 就是 動得比較swiftly 比較沒有那麼黏黏答答的感覺 就是步兵 我們的行動障礙變得很少 應該說是 原本步兵就該要有的 無視地形阻礙回來了 對 所以說 行動就順暢很多 算順暢很多吧 對 我是覺得 步兵本來就應該要有點 不能爬 爬山的能力吧 反正就是不要現在 不要以前那樣 OK Besieging the city Ready to get over with Besieing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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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看我們 喔 回合過 天啊 天啊 看來我們真的 哇 天啊 好吧 難怪他標記星星啊 因為他不簡單 我猜 為了那個降零不簡單 這樣子也很正常吧 哇 後面也還有一些戰役 也都有些有星星 還蠻多的星星的其實 對啊 完全不知道這些是怎麼樣 好啦 反正 對啊 這應該會讓我們達到最後的結束 這樣子 訓練的部分 好吧 我就點點看 然後 對啊 他也都是那個 這次賺錢很容易 所以我是覺得是沒關係啦 對 這蠻多都要靠第二章才可以開啟 對啊 這是訓練的部分 然後 剛開始給你的錢其實很多 所以 這個不是問題 對 像這個我覺得都不是問題 對啊 點這些科技是 沒有大愛的 就算你有大愛 你也可以去看影片 看那些廣告 來解決這個問題 對啊 像我這樣吧 所以 所以 在 在訓練方面 就是假的科技 我是沒有什麼意見啦 OK 他說 還給我一些 還給我蠻多道具的嗎 Alright OK 他還給我一個點書 本書 那 給你什麼裝備 好 這是勳章用 筒帥加十 筒帥加十 筒帥加十五 那就是讓他當坦克的嘛 呵 然後這些都是花錢的 嗯 不是很差 這個沒有問題 對 這就 這就 王昌的東西 如果 這全部都是靠錢升級的話 那 似乎也算OK 因為這是賺錢的管道多了很多 所以 啊 this is fine I mean 他統聖能力很強 但是 還是只加50% 我看過一些 統聖能力沒有很強 結果他還給他們加很高%的 我想可能更有可能是 因為他的爵位會不夠之類的 yeah because yeah obvious reason 如果他的職位比較高 感覺才會給他加更多 不是透過他的降臨能力決定的 對啊 所以 同聖能力到底加什麼 我也不知道 這個還是很confusing 我還是很不懂 然後 降臨的部分 很多名將 但是有些是 已經看過的身 已經看過的面孔 例如 這位先生 這位仁兄 好啦 其實基本上 超過一半都是 都是新降臨 所以 這不是可以拿來說折的地方 這部分不錯 然後你真的很閒 可以買這種濾將 因為他們只花錢 他們只花金幣而已 奇兵也一樣 這都是幾乎都新的 除了這個老毛奇 好像看過他吧 對 他好像有在 181 一次出現過 然後 霞飛應該有個美 我以為他是美國將 好吧 算了 反正 這些都是新的東西 哇 這巴伐利亞王柱 為什麼他就叫這個名字 哈哈 他沒有名字嗎 他就叫巴伐利亞王柱 好啦 基本上都新的吧 除了威廉24 好像 他是舊的 我好像看過他吧 原本好像蠻強的 只是變成 被變藍將了 對 然後 這邊都是已經知道的東西 至於火炮降臨 也是好像都差不多吧 對 這是我們沙皇先生 就是尼古拉斯爾士 然後也有 那個 那個 土耳其的 土耳其的國父 凱莫爾 那 這裡有一個 喬治米德 他是花錢的 藍將花錢而已 其實還算好 還算OK啦 對 但是很多都是要靠解鎖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都花多少錢 但是我猜 三四萬跑不掉吧 但是我們現在有四萬二 嗯 這裡沒什麼好說 然後海將 只有一個紫色的 這個大衛背地而已 他應該是英國人吧 對 很明顯 哈哈 Alright He's a British 嗯 然後其他將領也沒什麼好說的 這次海戰的重點其實很低啊 就是 雖然還是很重要的就是 要我說的話 然後這邊一樣有教學 我是不是教學 我聽說是海上有用啊 對 但是我們今天不是在 不是在教學的 我們都知道怎麼玩 就是 就是教學 yeah 教學 好啦 對啊 然後商店也一樣存在嗎 就是各種道具 這就是沒什麼好講的 對啊 都一樣 皇家權杖啊 火物 衣服啊 戰棋啊 還有這些錢 我的天啊 為什麼沒有賣錢 然後這邊有任務嗎 你可以派人過去 就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要兩個人才可以做那個任務 對 然後 只要泡兵 這也要兩個人 我的天啊 他就能去這個 然後他還沒有那個能力 沒有任何能力 那就是絕尾而已 但他還是 他還是有 他還是有辦法拿到東西 就對了 嗯 好吧 一個勳章也是勳章 總之這次賺勳章跟錢 變得簡單很多 或許 這會真的會讓你快活很多 然後BIP 這也有BIP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他的內容 相片單位經驗獲得增加 關卡上 關卡上將數量 就是可以使用到降臨 每日贈送1萬金幣 還有勳章50 不然就是 很weird的東西 很奇怪的東西 好啦 那這就是我的 我對這個 這代遊戲的 這代遊戲的看法啦 改進是有啦 還不夠 好啦 那也讓我聽聽你們的意見吧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邊結束 真的是 小失望嗎 然後 對這邊 原本應該有多人對戰的 這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只有iOS有 然後安卓沒有 嗯 It's quite quite weird 然後設定上也都一樣 沒什麼變的 才對 對啊你們應該也都沒什麼感覺 對啊 這個也沒有什麼東西 一樣有Foreign跟軍存檔啦 所以說 對啊 你可以上傳上去你的存檔 好避免你的東西被銷毀 或者是你換手機之類的 哼 這些都小操作了 大家應該要記得 OK 那我們對歐陸戰爭6 1911的介紹 先到這邊結束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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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